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属于中国 中国不容分裂 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击外部势力干涉方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是敢打硬仗 能打胜仗 对于一些人的威胁与恫吓 我们从来就不吃这一套 北约方面近年来不断提升核武器 在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强化和共享安排 升级更新美国在北约国家部署的核武器 增加核军备竞赛与核冲突的风险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我们要求北约停止散播虚假叙事 停止核讹诈与核胁迫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特别是6月17日 飞方还故意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船只 并向中方人员抛制石块 有关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规定 严重危及双方人员和船艇安全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面对飞方的侵权挑衅 中方理所当然要采取维权执法措施 这完全合理合法 专业规范 人爱交问题不关美国的事 美方怂恿支持非方侵权挑衅 是十分危险的 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至于美方动辄拿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威胁中方 这是完全没用的 不含 谢谢观看